脸书传奇疯世界 电影社群网站描述脸书创办人 电脑天才马克和他的好友 具有生意头脑的爱德华多的故事 两个大学生有个大梦想 一起创办的网站在哈佛一炮而红 两人也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 认识不少新朋友扩张了社交群 但不是每个人都是粉丝 一对双胞胎学长早有类似的主意 他们曾经请马克写电脑程式 但却被他放鸽子 创办脸书后 马克也认识了业界的学长 包括Napster音乐分享平台创办人CN 马克先从CN的建议搬到加州 跟好友及合伙人爱德华多也开始有摩擦 脸书用户最近已突破5亿 两位大学生改变了现代人社交习惯 我们可以无时无刻掌握朋友的一举一动 应用程式开发者也参一角 让网民享受无限的游戏与乐趣 让原本以大受欢迎的脸书变得更容易上瘾 但是也有人批评脸书不尊重使用者的个人隐私 为了改善形象 马克将捐助一亿美金教育基金给纽泽西州 记得加入我们的粉丝页咯 If you like our animation Please like us in Facebook